《鐵甲鋼拳》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電影《鐵甲鋼拳》呢? 在電影裏面兩個機器人就打拳 我們今天請來兩位學生 他們就將電影裏面的情節變成現實 在我身邊這位就是阿屈 和另一位Henry 不如說說你們的發明 大家好,阿屈 我們是城市大學的學生 這是我們在學校裡玩的機器人 我們做的部分就是 可以用一個Kinead 一個大家用來在Xbox玩遊戲的機器 我們對著它做一些動作 機器人就會跟著我動 我也是城市大學的學生 我會用手機應用程式 用手機應用程式去控制這個機器人 大家都知道現在手機應用程式 在日常生活就很普及 但是應用在一些機器人方面的層面 都是比較少見 所以我就想到會用開發這樣的軟件 其實還是在一個球學的階段 要寫這些手機的Apps會不會很難呢 尤其是要控制這個機器人 都比較難的 因為你要學很多不同的電腦的語言 我跟阿區兩個人都花了很多時間 又怎樣什麼都不懂 要去理解那些電腦程式的邏輯 怎樣去創造你自己想要的東西 都花了不少時間 最後做了一個產品出來 都很開心 其實你們當初是怎樣選擇 要想這個Apps的呢 其實本來我和Henry兩個都是電影迷 所以我們曾經看過一出 叫做鐵甲鋼拳的電影 是關於兩個父子去玩一個機器人 去參加拳擊比賽的 當中就會牽涉到一些儀器去控制機器人 他會用到語音 用到動作來控制機器人 當初我們就會想到 不如我們不自己弄一些儀器 不如就像Henry那樣 拿一個電話來控制他 來揮拳 機器人就揮拳 告訴他叫他動 他又要動 我們看到電影最後一段 他們就會用到一個動作的感應器 去感受到人類的動作 去控制機器人去揮拳 但我們在沒有自己創造一個新的器材 的情況之下 我們就用了一個現成的器 就是Xbox的Kinect 我們用到Kinect 就可以從而接收我們人體的動作 再放在機器人便會動 聽說你們這個Apps 連這間機器人的公司都賺 如果沒有了你們這個Apps 機器人會不會動的呢 原本其實買回來的時候 機器人是完全不會動的 所以Henry和我寫個軟件 讓機器人運動 現在有一個Apps 你會想怎樣更進一步呢 Apps我們可以寫多些 可以令到機器人服務人類 可能之前我和Henry都談過 我們就做一個套餐 一個器水 那機器人可能自己走上器水機 按些器水給我們 即是入銀 然後拿個器水拿出來 幫我們開賣 製支飲品給我們 這樣 你覺得你自己可能要 將自己一些小的想法 小的創意 付諸實踐難不難的呢 其實都很難的 難 因為限於我們可能資金上 因為小朋友 你始終沒有工作能力 沒有自己賺到錢 你可能在買材料上 你都未必得 就舉這個為例 不是學校買的機器 我們都不會說 有機器人可以寫program 所以就 可能會用一些多些idea來取替 就是用一些現成的東西 可能有個手機 就靠一些意念去概念去取替 去彌補我們資源上的不足 接下來其實政府都會希望 可以設立這個創新及科技局 你希望這個政策局 可以給你們一些怎樣的支援 或者給了什麼幫助 令到你們可以吸收更多這些知識 或者有更多機會 其實機器人這方面 其實很多中小學都會有辦到一些教學 但是在人形機器人方面 就相對少 因為一個機器人是比較貴 這兩個機器人 我們學校在法國那邊訂回來 每一個都需要15萬港幣 所以如果政府在這方面 金錢上的支援更多 可能買多幾個機器人 然後再辦一些課程 給小朋友 比較小的都可以接觸人形機器人 如果有些大學生或者中學生 對這些機器人有興趣 他們可能如果不是機緣巧合 可以做到這些機器人 其實他們接觸的機會都比較少 因為他們都說去投入一些 做一些新的科研 可能有些同學會製造一些遙控車 也是用手機控制的 還有製造機械手臂 可能會貼一些感應器 在手掌上 我會移動 機械手臂也是跟著移動 跟我們這個項目也很類似 他們跟我們聊過 都說 做事都會投入社會 都會做這一行 因為他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很熱誠 所以就會做這一行 我相信香港的青年都很有熱誠 去發展這個科技 多謝兩位同學今天跟我們分享